住家陽臺天花板嚴重軍列 臺北市北投區老屋 判定是海沙屋 在談都更 不過並非所有綠離子高的物件 都是海沙屋 為了安全 法規越修越嚴格 現在規定只要每一立方公尺的混凝土 超過零點一五公斤的綠離子 就是海沙屋 內湖區某國宅 外牆看起來和一般大樓沒區別 但有綠離子過高的問題 不過沒判定是海沙屋 近年成交均價 一坪大約六十到六十五萬 遠低於近年內湖區 一坪大約七十六萬的行情 海沙屋貨率離子過高 雖然價格便宜 但銀行貸款條件變差 甚至只有五成 未來也不好脫手 即便有機會督更 整合也需要時間 目前房間來說 如果說要收這個綠離子過高的產品的話 多數還是會建商 還是會由建商來去做取得 因為對於建商端來說的話 它可以透過這類綠離子產品 可以申請到一個比較好的容積獎勵 雖然是必要揭露的事項 但就算是海沙屋也只會注記 綠離子超標或偏高 民眾可以關注房屋年份 房仲業者透露以國宅舉例 民國七十到七十五年新建的綠離子過高的機率很大 差別只是嚴重程度 賣方多打聽 避免踩進海沙屋的隱藏陷阱 三連新聞進行外台北測放報導